西伯来书第七章 这麦基喜德就是撒冷王 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本是长远为祭司的 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 就迎接他 给他祝福 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 取十分之一给他 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 他又名撒冷王 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他无父 无母 无族仆 无生之始 无命之中 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你们想一想 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 取十分之一给他 这人是何等尊贵呢 那德祭司之任的立位子孙 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 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 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 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 独有麦基喜德 不与他们同仆 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 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 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 这是博布岛的理 在这里受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 但在那里受十分之一的 有为他做见证的说 他是活的 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 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 因为麦基喜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 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 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 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 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 照麦基喜德的等次 不照亚伦的等次呢 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 律法也必须更改 因为这话所指的人 本属别的支派 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 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 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 倘若照麦基喜德的样式 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 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他成为祭司 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 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 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 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异 所以废掉了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 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 靠这指望 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再者 耶稣为祭司 并不是不起事力的 至于那些祭司 原不是起事力的 只有耶稣是起事力的 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 主起了事 绝不后悔 你是永远为祭司 既是起事力的 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宝 那些成为祭司的 数目本来多 是因为有死阻隔 不能长久 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 他祭司的职任 就长久不更换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像这样圣洁 无邪恶 无玷污 远离罪人 高过诸天的大祭司 原是与我们合宜的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 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 后为百姓的罪献祭 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 就把这事成全了 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 但在律法以后起事的话 是立儿子为大祭司 乃是成全到永远的 因此如此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